ANF 哥们儿 能不能好好打球啊 你们先跟我 好 哥们 能不能好好打球 不就是玩吗 治愈点事 行 你要想这么打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行了 行了 哥们 动作小点啊 我们发球 刚刚最后篮下的球 你该传给我呀 我那么大空当你不传我 不是 你今天 你说你 你明明也治不在此 那给你派一个轻松点的活 让你留在北京 不也挺好的吗 他很准说人手不够 我才留下来帮忙的 而且是他帮我恢复了编织 我肯定要借我所能的回报他 可 可给我个闲置算怎么回事啊 这问题恰好就出在这儿 你想想啊 新官上任三把火 老林就是一管行政的 他突然一下到了咱们这儿 肯定得树立威信 培养心腹啊 而你 老谭那么的器重你 他肯定视你为眼中钉 这回肯定得杀一杀你的锐气 革命事业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早知道跟这儿闲着 我还不如回所里完成我的课题呢 放心吧 你就算是块砖 你也是块耐火砖 总会有一天 你会被人拿去烧摇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 我也是 你刚才打的是什么玩意 你球 都投成这样了 都变形了 这动作 那不扶你了 来就来 我跟你说 今天去拿你所有的气 全部撒在球场上 吹变汗 啥事都没有了 来 走 走着 肖哥 一个女的打电话找你 让你回个话 上海的姓 姓谢 号码我给你 记下来了 姓谢 喂 喂 谢航 真的是你啊 我有件要紧事问你 上次给你的股票认购证 还在吗 那个我给卖了 卖了 是啊 那段时间我正好有点难处 所以就给卖了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那个竟然值那么多钱 不过 不过你要是反悔了也没关系啊 等我有钱了 我可以把它买回来还给你 毕竟我也不是为历史图那种 喂